大家好 刚刚给一盆长寿花做了一次花后修剪 剪下来这么多花梗 我们剪下来的这些花梗不要丢 可以把它们利用起来 拿去扦插的话 又能够得到一大堆的小长寿花了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如何用长寿花的花梗去扦插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育苗盒 它里面一共是有12格 那么就可以扦插12颗长寿花 用的是椰康当做一个扦插的机制 这个制食暂时用完了 现在就用椰康来进行扦插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处理一下花梗 把上面的这些长花全部修剪掉 只留下一节花梗就可以了 记住这一个花梗一定要注意观察 它有没有新的雅典 如果有新的雅典的话 这个花梗它的成活率是最高的 好 现在花梗不够了 只扦插了10颗 那么10颗已经够多了 那么现在就要进行第二步 要给它浇上一些生根粉 长寿花在扦插了之后 给它浇上一些生根粉的话 它的成活率会大幅度的提升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生根粉对水稀释之后 直接给它浇到这个育苗盒里面就可以了 把它拿出来一些和清水 稀释之后 浇灌就行了 这个育苗盒它的设计比较合理 它下面还有一个盛水的器皿 我们把它拿起来 倒到这个盛水的器皿里面就可以了 倒上一些不用倒的太多 好 把它放进去 再把这个育苗盒的盖子给它盖起来 好 这个长寿花 花梗扦插到这里就算是完成了 大概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根了 那么这种花梗扦插 它长牙的速度会相对慢一些 大概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 才有新芽冒出来 不过它能长根就说明它已经成活了 只是静等它小芽长出就可以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